这是韩国有史以来最催泪的温情片 有人说看完这部电影 可能真的没什么电影可以让我哭了 他把父亲对女儿的爱表现得淋漓尽致 龙九是一名停车管理员 从小患有智力障碍的他和女儿相依为命 他们会跟着电视里的动画一起跳舞 每天早上女儿都会叮嘱爸爸带上水壶 中午不要因为省钱只吃面包 一定要多吃饭 龙九疼爱的为女儿搓手温暖 看着爸爸去上班 一生会在身后默默数数 一二三 龙九这世总会转过身 他们互相做着鬼脸 这是属于他们独有的默契 父女俩的生活虽然清贫但很快乐 一生想要橱窗里的美少女战士书包 龙九告诉他等自己发了工资 就买来送给他 作为他新学期开学的礼物 可这时书包却被另一个小女孩买走了 要知道这是店里的最后一个 龙九急忙跑进店里跟对方解释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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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每天都回来 可只有六岁智商的他 无法连贯地表达自己的意思 他想要上前夺回书包 却被女孩父亲认为是要骚扰女儿 直接暴打一顿 义胜在一旁求对方不要打自己的爸爸 晚上懂事的义胜告诉龙九 自己不要书包了 他不想看到爸爸受伤 可龙九却说我一定会买给你 房间里充满了父女俩的欢声笑容 这天龙九发工资时 买书包的女孩刚好路过 他告诉龙九自己知道哪里有卖这个书包的 于是龙九就跟着女孩一同前往 冬天的道路很滑 女孩在一个拐角处不小心摔倒在地 等龙九跟上来时 女孩已经躺在血泊之中 龙九急忙解开女孩的裤子 然后跪下身子帮她做人工呼吸 而这一幕恰好被路过的大妈撞见 他惊恐地以为龙九在猥亵女孩 于是仓皇逃走并报了警 很快龙九被警方带回了警局 女孩因为失血过多不幸离世 而她的父亲正是警察局局长 警方将龙九带到事发现场 让她对着木偶还原事情的经过 龙九解开木偶的裤子 说可以加速血液循环 然后按压胸部 拍打脸颊 人工呼吸 这些都是她之前学过的急救措施 办案人员为了尽快结案 平息局长的怒火 哄骗龙九只要脱下裤子就可以回家 一心想要见女儿的龙九听信了他们的话 众目睽睽之下解开了腰带 这一举动瞬间激起了围观人们的愤怒 家属不顾阻拦冲过来对她拳打脚踢 异生在一旁呼喊着爸爸 她想冲过去却被警方拦住 龙九朝女儿喊着自己很快就会回去 可法庭却依审宣判她死刑 龙九就这样被送进了监狱 狱长在得知龙九的罪行后 抓住她就是一顿暴霸 在她眼里 像龙九这种伤害幼童的人就是人渣 然后龙九被关进了七号牢房 她只是想要回家见女儿 为什么自己听了话却还是被送进了监狱 狱友们见来了新人 便让龙九做个自我介绍 可龙九却直接唱起了二哥 看他一副单傻的模样 带头大哥知道龙九可能脑子不太灵光 于是让人拿来龙九的判决书 他好奇这个傻子究竟会犯什么罪 当看到上面恶劣的罪名 众人集体暴怒 大哥直接上去就是一顿暴露 龙九根本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 他想要离开这里 却被其他人用床单蒙住 然后又是一顿拳打脚踢 虽然大家也是罪犯 但顶多就是盗窃抢劫 对于龙九这种没人性的罪犯 大家同仇敌忾 他们围坐在一起对龙九进行批斗 从此他就被育有孤立了起来 每次外出放风也是独自蹲在角落 在地上一遍遍写着女儿的名字 这天龙九看到一个奇怪的男人 在栏杆上疯狂打磨一只牙刷 还示意龙九不要说话 等到牙刷尾部被磨尖后 为首的老大接过牙刷面露凶光 只见他起身带着一群小弟 气势汹汹地朝七号房大哥冲去 龙九见状也急忙起身 他们同时冲向毫无察觉的大哥 危急时刻大哥被扑倒在地 龙九则替他挡下了这次偷袭 纵使七号房的人每天欺负他 可他还是善良地想要保护自己的御友 大哥健壮三两下就解决了对手 回到牢房龙九依然坐在角落 可他的待遇却发生了变化 御友贴心地给他铺好床单 大哥对他的态度也缓和了许多 为了感谢龙九 大哥决定帮他完成一个愿望 只要是外面有的东西 他都有办法带进监狱 原来大哥在监狱里是个百事通 每次趁着活动时间 他会故意把足球扔出墙外 然后被调包的足球 就会被外面的人再扔进来 而里面就藏着他想要的户 可龙九却什么都不想要 他只想回家和女儿团聚 听到龙九说出了女儿的名字 大哥一时间也犯了难 想要把一个大活人运进监狱绝非一事 可大哥向来说话算数 从不欠人人情 他动用了自己的关系 在监狱里举办了一场歌舞表演 而龙九的女儿就混在人群当中 接着御友把一生装进指向 趁御警不注意送进了七号牢房 一生从指向里探出脑袋 他好奇地打量着四周 很快就发现了坐在角落里的爸爸 好棒 听到女儿的呼喊 龙九哭喊着爬过去 父女俩紧紧抱在一起 父女俩紧紧抱在一起 儿子 一生哭着埋怨爸爸为什么突然消失 也不知道跟自己联系 龙九一个劲地向女儿道歉 但他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看到他们不停哭喊 御友坐不住了 要是被御警发现他们的刑期就会加倍 他不想被龙九连累 于是跑到门口呼喊御警想要告明 大家纷纷上前阻止并捂住他的嘴巴 可呼喊声还是引起了御警的注意 很快御警便闻声赶了过来 一生只好躲在门后 就在男人想要开口时 毕圣突然拉住了他的手 看着女孩苦苦哀求的眼神 男人心软了 听到这话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御警从帽子里拿出一个面包 等御警走后 毕圣再次冲进爸爸怀疑 他示意龙九不要出声 平时说话没有头绪的龙九 此刻静一场流利的介绍起了女儿 脸上满是一个父亲对女儿的疼爱 一声问爸爸这是哪里 一旁的大叔递过来一盒牛奶 说这里是学校他们都是好人 可龙九听后却立刻纠正他 说这里是监狱 还说他们都是坏人 这让狱友们十分尴尬 但他们也都没跟龙九计较 就在父女俩沉浸在团聚的喜悦中时 意外却发生了 因为歌舞表演提前结束 演出人员都已乘坐大巴离开 而一声只能被破留在牢房里 父女俩为这次意外感到很高兴 虽然吃的是牢饭 可他们心里却比吃山珍海味还要香甜 突如其来的变故愁坏了其他几个犯人 他们每天不是琢磨怎么把女孩送出去 就是要随时应付预警的检查 因为一旦被预警发现 那等待他们的僵尸把牢底坐穿 一声的到来 给原本冰冷的七号房带来了不少欢乐 原本凶神恶煞的犯人如今充满笑颜 他们都把义胜当成自己的孩子 陪他一起跳舞玩游戏 还用纸板做了一个满天星光的灯照 让冰冷的牢房变得温馨又浪漫 可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 在一次突击检查中 义胜还是不小心被御长发现了 御长勃然大怒 他不顾龙九的请求 坚持要连夜把义胜送出去 龙九担心女儿淋雨会感冒 御长在大雨中发泄着心中的愤怒 他把龙九关进了禁闭室 把医生送进了孤儿院 七号房的其他犯人也集体受到了惩罚 监狱里混进家属的事情很快就传开了 这天夜里一名犯人借此闹事 他偷了汽油引燃了牢房 要求御长把自己的家人也接来监狱 他已经十几年没和家人团聚了 御长让警员安排囚犯们赶紧撤离 自己则留下来跟他交涉 眼看伙势越来越大 御长不顾危险冲了进去 外面的人都忙着逃走 根本没注意到御长被困在大火里 而这一幕正好被龙九看到 他毫不犹豫地撞开障碍物冲进了火场 等御长再次醒来 他已经躺在了病床上 医生告诉他是龙九救了他 看着对面昏迷的龙九 御长不由地开始怀疑 一个心存善良的人 真的会是杀人凶手吗 医生在老实的帮助下来监狱探视爸爸 刚见面龙九就看出女儿瘦了 他关切地叮嘱女儿要按时吃饭 父女俩隔着玻璃互诉思念 很快探视的时间就到了 御警强行把龙九拖走 医生只能哭着敲打玻璃 让爸爸记得多吃饭 龙九正拖御警的束缚 跑过去按下房间里的通话开关 看着父女俩真挚的感情 御长再次陷入了沉思 这样一个浑身都散发着爱的父亲 真的会做出那种伤天害理的事吗 不久医生因为思念爸爸病倒了 御长听说后前来看望 医生哭着对他说 他想坐牢去照顾智利障碍的爸爸 面对这样的问题 御长没有说话转身离开 回到监狱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冒着被停职的风险 给七号房送去一份礼物 龙九看到又是纸箱 便开始念叨女儿的名字 一旁的大哥说 你是不是想女儿想疯了 结果下一秒 医生竟真的从箱子里蹦了出来 龙九激动地和女儿抱在一起 御友们全都惊呆了 大哥下意识地去捂龙九的子 害怕被别人听到 御警却笑着解释说 这是御长的意思 七号房再次充满了欢声笑语 为了给医生讲故事 文盲的大哥放下面子 开始读书认字 医生更是借来同学的电话 交给响家的大叔 听到家人的声音 男人气不成声 等电话打完他感激地抱住一声 为了感谢御长把女儿带来监狱 龙九给他送去自己最爱吃的饼干 就在他要离开时 御长喊住了他 可龙九根本回答不上来 智力障碍的他不知该怎么为自己辩解 御长决定调查龙九的案子 他托关系找到龙九的认罪书 看着龙九的认罪笔物 御长瞬间明白龙九是被冤枉的 一个智商只有六岁 连话都说不清楚的人 怎么可能描述出如此清晰的案件经过 他来到警局请求局长重新调查 可他不知道死的正是局长的女儿 不管龙九是不是凶手 女儿都是因他而亡 他要龙九去陪葬 另一边 七号房的人们也开始调查事情的真相 他们通过龙九的描述 还原了出事现场 原来当初龙九为小女孩脱掉裤子 是为了加速血液循环 这是最常见的急救措施 结果被人误解成了违宪 而警员为了尽快破案 根本没有认真倾听龙九的话 狱友们为龙九写好了陈述词 让他一遍遍地背诵 还模拟庭审现场对他发问 希望在终审时可以帮他洗脱罪名 让龙九回到女儿身边 很快到了开庭这天 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 面对法官的问责 龙九经认下了所有的罪名 现场瞬间暴怒 人们纷纷起身唾弃他 狱长以龙九精神状态不好为由 请求法官暂停审问 可龙九却在法庭上不停道歉 龙九请求法官放过自己的女儿 原来就在开庭前 局长找到龙九 在候审是狠狠揍了他一顿 还用义胜的生命做威胁逼他认罪 为了保护女儿 龙九只好认下所有的罪名 最终法官维持原判 龙九再无上诉的机会 七号房的人们无法接受这个结果 他们制作了一个大型热气球 决定在圣诞节这天帮助龙九越狱 狱长找到义胜的老师 让他在圣诞节带孩子们去监狱表演节目 等到圣诞节这天 天真的孩子们在舞台上表演 等到演出结束 犯人们牵着孩子们的手来到广场 大家把龙九和义胜簇拥上热气球 然后让气球慢慢升空 龙九和义胜挥手和大家告别 他并不知道是大家在帮他越狱 狱警意识到不对想要阻止 却被犯人们拦住 现场乱作一团 就在犯人们以为龙九可以逃出监狱时 气球的绳索却被铁网勾住 他们停在了半空中 所有人都愣住了 他们的越狱计划最终以失败宣告结束 很快到了龙九行刑的日子 这天恰好是义胜的生日 七号房的大叔们强装笑意为他送上礼物 龙九在狱长的帮助下拿出一个书包 正是义胜最喜欢的美少女战士 义胜站起身 他向爸爸行了只有在重大节日才行的大 大哥在一旁提醒龙九也应该表示一下 于是龙九转身也跪在地上开始欢迎 父女俩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他们拥抱的是那么用力 因为他们知道这将是彼此最后一次拥抱 大家纷纷起身 在龙九背后写下自己的名字和想说的话 希望可以陪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 龙九含着泪向大家说了三声谢谢 谢谢他们为自己所做的一切 龙九和一圣手牵手走出牢房 御长跟在他们身后 看着龙九身后的祝福 御长无奈地低下了头 他们来到分别的铁门前 父女俩还像往常一样互相叮嘱对方 然后微笑告别 随着铁门的关闭 龙九也被带去了刑场 转角处 他朝着女儿再次扮起了鬼脸 可是没走几步 他就瘫坐在地上 义圣还趴在铁门前 期待爸爸能像以前那样突然跳出来 可是数完了一二三爸爸还没有出现 义圣哭喊着爸爸 好棒 龙九意识到以后再也见不到女儿了 于是他拼命往回跑 两人隔着铁门抱在一起 哭得撕心裂肺 龙九像得做错事的孩子 希望玉瑾能放自己回去 可是这次没人能够救他 御长默默流下了眼泪 七号房的人们听着哭喊声也只能沉默着 善良的龙九就这样永远离开了他的女儿 龙九走后御长收养了义圣 让他像一个正常孩子一样体会着家庭的温暖 多年后义圣长大成为了一名律师 他找来七号房的大叔们 为自己曾经那个善良的爸爸方案 大家纷纷为龙九辩护为他作证 毕圣用事实和证据 一遍遍强调着爸爸的无辜 最终法庭判决李龙九无罪 时隔十五年的冤屈 终于在一生的努力下沉渊得雪 恍惚中他又看到那个五彩斑斓的热气球 气球上的妇女俩朝他挥手告别 这次他们没了绳索的羁绊 飞向了远方的天空 正义也许会迟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